之前已经看到那宗新闻 那个女孩跟男朋友大吵 英文叫They had a big fight 情绪很激动 很emotional 情绪很激动 冲出马路 Rush out into the street Rush out onto the road 情绪很激动 别人看不到你 这个车是迎面来的车 叫oncoming 叫an oncoming car 好像是的士 撞到正 的士司机 当然来不及了 突然冲出马路 对吧 alright couldn't apply the break 你可以简单一点 couldn't break in time 能够及时 撒迫力 为何emotional 那里写错了 多了个L 改回 emotional 漏了A 不是多了L 好 那 那 当然就是重伤 好 即是没有机会slow down 好 送到医院 in 他当时好像是情况严重 因为情况严重 就是用condition adjective 我用了serious in serious condition 好了 结果呢 今天看报纸 东方日报 就说他言医不治 in other words 在医院 就 身亡 过身 叫做 pass away should pass away in hospital 那就 很可惜的事 是吧 很可惜的事 那这里呢 其实呢 就 牵涉到一个 很重要的词 就是 那个叫 spur You know what a spur is 如果你看足球的话呢 那你就知道呢 英国呢 有队 球队 叫 Hot Spur 是吧 我看看我能不能写中文 先 看看能不能写到 是写不到的 哈哈 哈哈 为什么写不到中文呢 看看行不行 嗯 不行啊 不行就算了 写不到中文 不是啊 不行啊 写不到 放弃 不需要中文 就这样说 热刺 叫Hot Spur 什么叫Spur呢 就是 Horse Rider 是吧 Horse Rider 它怎样呢 有时那只马 它 不肯跑 那你要 那只 叫什么呢 叫Plum Her Her 就是那只马 是吧 to brake into a run 是吧 马 有时都不想动 的嘛 OK 那 它呢 就 那只 鞋呢 那对鞋呢 就装了一些 叫Spur 一个刺 马刺 应该呢 就刺到那个 the side of the belly 那里呢 会几痛啊 一刺它 它又不会说 怎样伤到它 不过做马都惨的了 是吧 被人騎 那它便 一刺 一刺它 它便 它便跑 是吧 那个 就叫Spur Spur the horse on OK 那 跟这个词有关 这段新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英文 就是用这个词 去表达 就是 他跟男朋友 吵架 其实他都不 aware 自己是 站在街上 是吧 暂立在街上 吵架 所以 就 很激气 就是 冲分了头脑 一时冲动 听清楚 叫一时冲动 就是这个词 就是 那一刻很冲动 如果那一刻 它不冲动 它冷静下来 它不需要死 或者它 disengage 是吧 就是 put a distance between herself and her boyfriend 是吧 然后冷静下来 是吧 这个大不了 便分手 是吧 它可以这样的 但是 那一刻 它很冲动 是吧 所以 就 冲出马路 也不知道 他可能知道自己冲出马路 但是他不知道危险 那时候危险 已经不是他 在他 那个 那个 Cognitive Functions 那里 就是 那个 认知功能 那里 已经没有了一件事 因为 它 是 overformed by emotions 好了 所以 那一刻 就用 spur 那个字 配 moment 那个字 就产生了这个词语 叫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即是中文就译造 一时冲动 那这个句子怎么写 是吧 should rush out on to the road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and 跟着怎么样 and God 跟着 没死住 被车撞到 and on coming car 是吧 多一次了 should rush out on to the road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and God knock down 跟 oncoming car 或者 God 简单一点 是吧 God Hit 是吧 And God hit my oncoming card 又好似 即是简洁了一点 是吧 或者 还可以 还可以 调校到 好些 should rush out on to the road 是吧 那你喜不喜欢呢 那你喜不喜欢呢 好 那我们就 选择这个最后的version 是吧 你可以 看 你喜不喜欢哪个版本 你便用 should rush out on to the road 是刚刚 就 入了一辆迎面而来的车的 通过 那个通道 是吧 就是 撞到 in the path of an oncoming car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and God hit 那这个呢 可能 他那个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如果 将他调去 句子的开头 是吧 又好像好看一点 是吧 个人呢 就认为 这个版本 是最好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should rush out onto the road in the path of an oncoming car and God hit